我们现在要介绍有一种特别的角度叫做Brewster's Angle 那这个这个Angle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 就是说我们讲如前面讲过两种偏正 在平行偏正它的反射系数如果要等于零的话 这是什么条件可以达到平行偏正的反射系数等于零 什么条件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假如它反射系数等于零 那就是说光线没有反射了 全部都是穿涉过去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 好 我们就把平行偏正的反射系数写出来 它是这个 Gamma平行偏正等于这个 好 令它等于零 它等于零的话这分子就要等于零啊 我们利用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 这个是用eta来表示 这个是用它的折射率来表示 那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呢 那cosθi就等于这个值 那么我们有 那么我们有 snale slot snale slot snale slot 就有 你像这个 就是等于你用这个 这个snale slot 这一项带进去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用 如果你换成这个 固有的 破足看的话 就是变成这样子 这个式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 那这个 sinθt over sinθi 就等于eta2 overeta1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好 你把你把eta1和eta2都用这个 这个来带 或者你是用n也可以 n 这个就是θt over sinθi 是等于n1 over n2 那这个就是 等于 光在介质里的速 速度的倒数 更好 这个 也是第二个介质速度 这个分子一 就是第二个介质的速度 速度 速度就是等于 这个 折射率就是光速 被介质里的速度来除 这个式子可以化成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 sinθt 用sinθi来表示 这个乘过来 就是sinθt 跟sinθi 有这样的关系 就是由snail slot得到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cosθi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一减 就两个式子先平方一下 左右先平方一下 那右边就变成 这先平方一下 然后 先平方一下 这 θ2 overθ1就是这个 平方 平方是这个 然后一减 sinθ平方t 就是这个 平方变成这个 这个sin平方 θi 那我们把这个 乘进去 这一项乘一 就是这一项 它乘这个 可以把μ2r 跟μ1r 约掉了 那么μ1r 就是平方 μ2r 1r平方 y2r也是平方 就变成 这样的是 cos 平方θi 跟3θi 就有这种的关系 然后 我们说 刚刚说得出这个关系 对不对 cosθi 这平方 是等于 这个是平方 这漏到一个平方 OK 这漏到一个平方 前面那个有平方 看到没有 这有个平方 那个 这个 刚刚这个式子漏掉了 cos 平方3θi 是等于 这个 1-3平方θi 等于这一项 那我们再把 3平方θi 两边 这个合并 就变成 1- 这一项 3平方θi 那要等于 这个搬过来 是1减掉这个值 那3平方θi 我们就可以 求出来 是等于 这个值 那么一般 非磁性物质 μ1r 跟μ2r 都是等于1 因此 这一项 就变成这个 你看 这就好像说 1-x平方 这是1-x 那这可以 分解因式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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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掉 就是 变成这个值 3θi 就是这个值 θi 就等于 这个 那就是说 你如果 要使得 平行偏正的 反射系数 等于0的话 它的入射角 要等于这个值 那这个时候的 入射角 就是说 这个入射角 能够让平行偏正的 反射系数 等于0 这个是一个 特别的角 我们就称它 叫做 Brewster's angle 这是入射 入射的 入射的 角的 Brewster's angle 所以 你要这个 等于0 那这个 入射角 要等于Brewster's angle 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 我们可以用 刚刚我们算出这个来 对不对 这个值 可以化成这个 Octangent的这一项 可以等于Occine的 可以等于Octangent的这一项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个三角形来看 那这个就是说 Sine Theta IB 要等于 根号 E加YR overY2 就是 这个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正学 这个角的正学函数 是对边 比上斜边 就是这个 那 利用B式定理 这一边就等于 这个平方 减掉这个平方 再开根号 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减这个平方 开根号 就是这个 那这个 这个角的正选函数 正切函数 就是E被这个出 就是E被这个出 Tangent的 IB 要等于E over这个 那就等于 根号 2R Epsilon 2R over Epsilon 1R 那这个角就等于 Octangent的 这个 而这个 跟 N2 成比例 所以也可以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 也可以写成这个 这就是 Bluester Angle 你这都要记起来 要记起来 Bluester Angle 以后应用的地方很多 Bluester Angle 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 没有偏正的波 以Bluester Angle 来入射于 这个 这个 好 没关系 入射于 第二个戒指的时候 入射于他 好 那他是说 你因为是这个角 所以平行偏正 就是这个偏正 反射系数等于0 但是穿射系数 不会等于0 所以 穿射系数会反射 那平行偏正 就不反射了 这是垂直偏正的反射 平行偏正不反射 那么 穿射角是都可以 平行偏正也穿射 垂直偏正也穿射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图 发现有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是反射角 这个是Bluester's Angle 我们知道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这个角就是这个角 大小 那么我们发现 C的Ib就是这个角 加上C的T 那等于90度 为什么等于90度 我们证明在下面 给各位看 在Bluester's Angle 这个状态之下 Tangent的Bluester's Angle 等于Sine Zeta Ib 它是等于根号 Y2R over Y1R 好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求出来 Sine Zeta Zeta Ib 就等于根号 2Y1R over Y1R 开根号 被Cosine Zeta Ib来除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Snell's Law Snell's Law 这边本来是N1 这是N2 N1N2跟这个称比例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这个就是 3Zeta I就是 现在就是 Zeta Ib 所以 3Zeta T 就等于 这个出过来 乘上3 这个就是3Zeta Ib 3Zeta 等于这个 这个是等于 3Zeta Ib 是等于这一项 我们就把它写到这里来 再乘上这个 你看 这一约调 这个人 这白套 这个成这个约调 那我们就称Cosine 你看sinθt什么时候等于cosθib呢 就是当sin90度前θib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角如果是sin90度前θib 这个角就是它 所以它可以画上这个角 sinθt等于这个 那就是θt加θib 要等于就是这两个θt等于90度前的这个角 因为都是用sin 那就得到这个 所以bruster's angle加上 而于这个穿射角或者折射角的和 要等于90度 那很奇妙对不对 为什么等于90度呢 我们可以从 我们从来解释一下 从这个物理的角度来解看看 物理的角度 从物理的观点来看 这是入射线 它以bruster's angle来入射 bruster's angle入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反射坡里头就没有平行平身 都是这个 那这个是穿射坡 你看 它到了这个戒指以后 这个戒指也要震荡啊 电场也要震荡啊 它也有平行偏正 也有垂直偏正 那这个是在 从这个戒指里头发出去的 那 电场是垂直偏正的话 就是电场的震动方向 跟电波的 电磁波传播方向要垂直 你看 它这个方向震荡 跟这个方向垂直的 就是这个 而 为什么没有这个 为什么没有平行偏正呢 因为这个震荡方向是这个 它不可能在震荡的方向 有坡传播出去 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是重坡 我们说光坡就是横坡 没有重坡 所以这个 这个坡 就没有 这个电场的震荡 就没有这个 坡出去 只有这个震荡 有坡 这个震荡就是 垂直方向的 垂直偏正的 基于这个关系 我们就知道 这个方向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OK 这个角 就是要跟 这条线垂直 这条线就是要跟 跟这个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90度 这个90度的话 那这个是180度 所以这个角 加这个角 就是90度 那它又等于 θR又等于 θIB 所以我们就证明说 θIB 在 θIB加θT 要等于 90度 这是从物理观点 来看的 好那现在 我们要问 刚刚是 说平行偏正的 反射系数 等于零 导出了 Bluester Angle 那么我们现在 要问 垂直偏正 反射系数 等于零 会不会也有一个条件 也有一个角 入射角 会是另外一个入射角 我们现在来看看 假如这个等于零 这个分数等于零 分子就等于零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跟前面的程序一样 我们这个平方 就可以写成 1-3平方θI 然后这一项的平方 等于这一项平方 那么我们就把 cosin平方θT 写成 1-3平方θT 然后把eta1 eta2 用这个带 就是eta1等于 更好 μ1R 或不是 ε1R 这样 这个关系带进去 1解 3平方θT 那这个我们就 Snell's Law 3平方T 这用Snell's Law 带进去 那么 这就是Snell's Law 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用Snell's Law 带进去 于是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3平方θI合并 就变成这个 十字 其他合并 就变成这个 OK 那么 我们再把这个 继续 假定这个是 入色脚 垂直偏正的 Bloose triangle 假定这个时候脚 是垂直偏正的 Bloose triangle 它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得 那我们就可以得 sine平方 θIb perpendicular 垂直偏正的Bloose triangle 要等于这个值 那 这个跟这个 等于1 非磁性物质 这个也是1 1 over 1 1 1-1 等于0 非磁性物质 这个相等 所以 sine平方θI B perpendicular approaches infinity 那就是说 你这个值 要得无穷大 不可能 sine平方的一个角 最大最大是1 不可能到无穷大 所以 这个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就表示 这个角 不存在 没有这么一个角 所以 垂直偏正 的光 的电磁波 没有Blooster 这种状态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图 这边是锡 这边是空气 假定锡 它是一个无耗顺介质 它的介电常数 是11.7 那现在 我们说 界面的Blooster 这个图就是 光线从空气里头 射进来 以Blooster angle射进来的话 以Blooster angle射进来 那现在我们要问 现在不是 现在要问 它的Blooster 这个Blooster angle是多少 从空气射到锡的时候 这Blooster angle的大小 是多少 要求这个 第一个 这是平行光才有的 平行光 空气入射于锡 空气入射于锡 是这个图 这是一 空气 这是阶子二 Ipsilon 2R 11.7 我们就带这个 所以这个要记得 请清楚 这要记住 它就等于 Uctangent 11.7 被一来出 就是73.7度 这是从空气 入射于锡 如果是从锡 入射于空气 那就倒过来 Ipsilon R1 是等于 11.7 Ipsilon 2R 等于E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式 这个用E 这个用11.7 得出来是 差不多 16.3度 16.3度 我们知道光 它是可逆的 这边入射 折射角是这个 如果你从这边 以同样的折射角 就是 你这边 以这个 入射角 就是这个折射角 那这个折射角 就是这个角 OK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两个 加起来 这两个角 加起来 要等于 90度 这个加起来 是90度 OK 因为你把这个 连一条线 那这个是等于 这个角 你可以 就是说 这两个 加起来 正好等于90度 你看 或者反射角 跟这个一样 反射角 加这个是90度 再看一个 题目 立体 它说 纯水的 界电场所 是其实 求平行 偏正光 从空气 射向 纯水的时候 它的 Blooster Angle 以及它 这个时候的 折射角 如果是垂直 偏正光 以 这个时候的 入射角 就是这个时候 Blooster Angle的 大小 入射的话 就反射角 跟穿射系数 因为 这个时候 它不是平行 平正光 所以它会有反射 就反射系数 跟穿射系数 那现在 再来 这Blooster Angle 等于这个 A 这个是其实 这个是1 所以 Tangent Zeta IB 等于这个值 那就说Blooster Angle 要等于 Octangent的这个角度 所以等于83.18度 等于等 垂直辨证 就以这个角作为入 不是这个角作为入 它现在要 现在 以这个角入射 对 以这个角入 反过来射 求它的 反射系数 跟穿射系数 现在我们将这个 第一 Blooster Angle 就出来了 它对应的 折射角 折射角 跟入射角 就是用 Snell's Law 对不对 那Snell's Law 里头 Zeta I 就用 Zeta IB 来带 所以 Zeta T 3Zeta T 就等于 N1 over N2 Zeta IB 那这个 可以用 根号 Y1R over Y2R Y1R 是等于1 这个是其实 那就Z 这个是83.18度 把这个算出来 被根号70来抽 带入这个角 我们就算出来 折射角 是6.816度 折射角是6.816度 好 现在我们看B 如果Zeta I 现在是从 水里头 射出去 在水里面的 入射角 是这个 我们要求这两项 这是垂直偏证 垂直偏证 等于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写出来 你现在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这个也有了 这个也有了 现在这个是水 这个是空气 这是七十 这个是E 没有Cosin C Zeta T不值得 Zeta T我们可以用 然后再把这个也写出来 这个是川色习俗 垂直偏证的时候 它是用这个表示 这里头 这里头Zeta I 知道 这两个字 Zeta T不值得 所以你要求 三Zeta T 怎么求呢 就是三Zeta I 现在从水里面入射 Zeta I 等于这个 Cosin C的I 是等于0.119 这个 就是这个字 就是说这个爱 跟起初那个 那个爱不一样 这个是水里面射出来的 它是等于这个 Cosin C的I 等于这个 那再把Cosin T求出来 Zeta T 我们前面 求出来是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Snail's Law 它不管你是偏证 什么偏证 垂直偏证也好 垂直偏证也好 通通服从Snail's Law 所以从Snail's Law 求出这个角来 那这个角 Cosin C的I 就等于这个 那现在 这个也知道了 这个也知道了 这个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 然后这个 除这个 我们刚刚是说 刚刚这个 怎么会是七十的 我看看 Sita 我看看前面一张 没有办法 也是从空气 它是从空气入向 射向纯水 不是水射向空气 从空气射向 射向这个纯水 所以 这个是七十 这个是一 那你就把这些 只带到这个里头来 它就等于这样子 我为什么 刚刚是先写这个 再出现这个 就是我们要求 就先把这个狮子 我们要用这个狮子 你写出来 你才知道说 我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你才会求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要先求Cosin C的T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狮子 写出来 你才能够知道 这个就是 把这些值都带进去 Cosin C的I 这个88.367 这个是0.993 等于负0.972 穿梭系数也是一样 把这个带进去 这些带进去 2乘0.119 0.119 加上 加上 这个8.367 乘0.993 等于0.028 你看 到底对不对 你还是要用 这个狮子来 算算看 看它 等于一家 Gamma系数 Gamma系数是负的这个 所以一整这个 4等于0.28 0.028 所以它就是 穿梭系数 所以没有错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在空气里面 行进的均匀平面波 它的磁场 不是电厂 它的磁场是这个 斜向入射于 这个平面 Y等于0之处 这个是空气跟 剧本一息的界面 如果 如果 时间平均功率密度 是这个 频率 是3个Gigahertz 入射角 是58度 我们要问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 H 场的 amplitude 就是在于多少 还有要求它的 Beta 1 在空气里头 传播的时候 它的向常数 这个 就是要求 入射线的 入射坡 它的H 场 跟电场 反射 这是入射坡 这个是 入射坡的电场 H 场 这是反射坡的电场 还有就是 这应该是 应该是EI才对 还有求反射坡的H 场 D 就是求 穿射坡的电场 跟H 场 剧本一息的参数 是这个 其实剧本一息 我们前面也有个立体 对不对 参数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怎么做 A 要求这个 跟这个 好 各位想想看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用 用这个来做 H 就是 这个平方 就是 平均功率密度 要等于 A1 乘H0的平方 被二出 这是H0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 跟H0的关系 跟E0的关系 都很重要 E0的话 它是 这个 如果你用E0的话 它是等于 2 A1分之10平方 如果H0的话 就是 就是 2分之1 A1 H0平方 好 那你要用这个式子 算它 对不对 那这个式子已经 其实我们就是 这个式子 如果用H0表示 是这样子 如果E0表示 这个A1是在分母 这个要记清楚 这个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H0 就可以画成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字带进去 2 乘上1.4瓦特 over meter square 然后这是 377欧姆 代表 0.0862 A per meter 好 相长数 Omega 更好 μ1 ε1 这个 导数 就是光速 这个就是空气 所以它就是 3乘10的8次方 这个2π F是 3个Gigahertz Giga就是 10的9次方 你把这个 约掉 就变成10倍 20π Radiant per meter A就有了 A就有了 这β1 所以 Hi 原来是这个 现在你可以 把这个字带进来 这个字可以带进来 那这个里头 3C的I 就是58度 Cosin 58度 是0.53 Sin 58度 0.80 所以这个就等于 Ax 86.2 我们已经把它画成 Midi Ampere per meter 这是Ampere per meter OK 好 这个 这个 就把这个带进来 这就是入射坡的 H厂 好 现在我们要求 电厂 那先求入射坡的 行进方向的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是这样 你从图上面 可以看出来 入射坡 入射坡的电厂 是等于跟H厂 有这个关系 你现在知道H厂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这个字带到这里来 它就等于 负A到1 Ki Cross 这个字 我们先用这个 那就把它 Cross出来 这个先提出来 Ay Cross Ax 负Az 负负得正 它扩散是吧 Az Cross Ax 是对于Ay 正的Ay 然后这个又是 负负得正 所以也是正的 这是Ei OK 再把这些数字带进去 数字带进去 那这个是H0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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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把它 称上一个Ada Ada就是377 就变成这个字 然后这些 就变成这样子 3C的I带进去 Cross C的I带进去 然后这个还是跟这个一样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就等于 这Volt per meter 那就说我们这里 所以要恢复 0.0862 用Aper per meter来算 刚刚那个应该是求这个 Ei 不是E1 是Ei 所以我们求出Ei来 好 现在我们要求Hi 入五射波它的H厂 跟反射波的电厂跟H厂 要求这个 我们现在来看 因为刚刚这个 这个 C的I 是等于这个 C的I 就是 我们再看看题目好了 题目 再看清楚 入射角 是58度 入射角是58度 Ei是这个 Hi 好 这是入射角 等于 Blooster Angle的时候 你看这个 我们去看看 这个角 Blooster Angle 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呢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2.56 就是 Y1R 就是E 这个算出来是 A1.6 正好是58度 58度 58度 就是它的 入射角 所以 入射角 其实它是一个 特别角 就是Blooster's Angle 假如 入射角 是Blooster Angle 的话 那我们知道 平行偏正 反射 反射系数就是零了 反射系数就是零了 反射系数是零的话 那这两个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刚刚求出来 电厂是有两个分量 所以它是平行偏正 所以它是平行偏正 因此它没有反射角 没有反射线 这反射系数得零 所以这两个都是零了 OK 这个应该就是说 我们前面 Ei你看它有两个 Hi它只有一个 震荡是x方向 这个有两个分量 所以这是一个平行偏正 所以我们这里 最好就是加一句话 此为平行偏正波 平行偏正波和垂直偏正波 是看电厂 所以因为它是平行偏正波 所以这个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这两个就没有了 这两个都是零 OK 好 现在我们要求穿射波 这个时候的穿射波 它的电厂的向量式 以及对应的H厂的向量式 好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写 有功率 守恒远则 入射线的 等于反射线的 加穿射线的功率密度 就是投影在这个面上面的 ZetaI ZetaR 投影在面上面 这个值是等于10I平方 over2 Eta1 KosAzetaI 这个两个 这个是零 反射 零 穿射是等于这个 所以 EoT 它就等于这个值 你把这个画一画就变成这样子 EoI的平方 就是10平方 就是入射线的 这个政府 这个开更好 你把这两个带进去 这个称反笔 带进去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知道 它是以Bluester Angle入射 所以ZetaI加ZetaT 就是Bluester Angle加ZetaT 是90度 90度 所以这个 90度 90度就等于 你入射角是58度 那这个就是32度 这就是32度 这个是32.5Volte per meter 根号 这是1 Cos58度 这2.56 乘Cos32度 把这个算出来 就16.05个Volte per meter 这个是 川色波的 政府 好 川色波 我们知道政府了 川色波是这个 那么它的KT 你看 它可以分成 Z是负的 Y是正的 Z是负的 Y是正的 然后 它就等于 EOT 这个 EOT 政府 政府 不是 这个是它的 是它的政府 然后 这是它的方向 这就是电场的 方向 这是Y方向 这个乘这个 是电场的 Z方向 乘上 Face Factor Beta2就是 这个里头的 向常数 这个角 就是等于 都是ZT 就等于 AY 换成Y AZ 换成Z 等于这样子 Beta2 是等于 Omega 更好 Mu2 Y2 那这个可以 把它变成 Mu0 Mu2R就等于 E了 就是Mu0 Y0 Y2R我们另外写 这个就是 光速的导数了 所以它是等于 光速的导数 这个2πF F3Gh 这个等于 2.56 该更好 所以它是等于 32π Radiant per meter 这是Beta2 Beta2我们求出来了 所以 穿设Port 它的电场的 向量形态 就是等于 EOT 这个还造写 然后这个 后面这个就是 J就可以用这个带 前面就是1.65 16.5了 这个 这个值我们可以算出来 因为 我们已经算出来 ZetaT了 ZetaT算出来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Beta2 32 这个也是一样 Cosin ThetaT 跟这个一样 Sin ThetaT 跟这个一样 所以 穿设Port 电场我们知道了 那么再看H场 Hi就等于 H2 你要用这个来表示它 就是H2 KT KT Cosin ThetaT 就是KT 单位相量 Cosin ThetaT 我们先写这个 再来算 你写数目字的话 就 不是很好算 这是Aeta2 EOT就是16.5 Volts Per Meter 里面 Cros Cros 这两个Cros等于0 这个Cros 这个就等于AX AX Cosin ThetaT 然后这个呢 你跟这个Cros等于 跟这个Cros 就是AZ Cros AY 等于AX 负AX 负负的正 这两个加价 等于1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个等于1了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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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号 μ2 over ε2 这个可以写成 根号 μ0 over ε0 再乘上一个根号 ε2R μ0 over ε0 是377 欧姆 这都要有欧姆 欧姆漏掉了 都是欧姆 这也是欧姆 OK 只要写 欧姆一定要写 我们再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它就等于 16.5 Volts per meter 被235.63个 欧姆来出 后面这个就是这样的值 于是 它就变成 这个是mA 就是你如果这个不写的话 如果你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要写 这个单位也要写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是mA per meter 你不写的话 你怎么知道后来是这个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穿色波 也算出来了 好 刚刚那个立体 我们就做完了 对吧 对吧